鬼王洞中 四周一片寂静 风云无际却是一心多用 一边思考起这北民山的鬼众来 按说一旦死亡 人的灵魂便自消散 不应该存在着天地间凝聚不散呢 更别说像鬼王一般 还能重聚行魄 重生为人了 也许是因为物质未免 天地的灵魂 天地的元气稀薄 不管是武当道观里的道士 还是弟弟的鬼王 武功都不是很高 放眼太古 任何一个太古高手 来到这个物质未免 都足以称之为第一高手 大杀四方 也就只有那些跑到物质未免来的魔族 与天堂遗留这个未免的天使了 当风云无际的神石 留过地底树杖处 一处巨大的尸坑 在一具皱巴巴的古石上停了下来 心中不禁一跳 猛人张开眼睛 目中蹦出了尺长的金光 把鬼王害了一跳 地下 有间墓室是怎么回事 墓穴 地下 鬼王奇道 只是在我之前 便埋葬此地的枯骨啊 再往下 数千丈之下 风云无际不跃道 鬼王的脸上 露出了盲人之色 这个 这 我 这人 我是大约八千年前 埋葬此地的 至于再往下 就不知道了 我来这时候 早就有了 那下面埋葬了 许多古怪的尸体 那里呀 只要一靠近 全身尸器 全都往下涌去 指都止不住 那里 早今已经被我 列为禁地了 风云无际的心中一动 下一刻 已然消失在 鬼王的视线之中 一阵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在鬼王身前树杖处 凭空出现 一个圆形的大洞 那洞啊 不知有多深 里面一片幽黑 鬼王张口结舌的 在洞口边 望着那不知道 有多深的大洞 倒吸了一口气 哎呀妈呀 是这 这个也太直接了吧 想了想 鬼王化为了一缕阴风 从洞口 钻了进去 却是风云无际 直接从鬼王的宝座旁 硬生生的往地下 撞出一个垂直的通道里 这是一处巨大的木坑 看第一眼 风云无际不禁想起了 魔界地下水牢 那个变异者之墓 漂浮在虚空之中 俯瞰着下风厚厚的 一层白骨 风云无际一脚迈出 如行云流水般的 直接走向感应之中的 那具古诗 砰 一股磅礴的灰雾 突然从那厚厚的尸骸之中涌出 将风云无际淹没 那厚厚的尸骸中 一只有些僵硬的手 从下面伸了出来 直接扣住了风云无际的双手 随后 一张惨白的脸 印入风云无际的毛中 哎呀 阿姨妈呀 一声惊呼传来 鬼王没想到 刚刚下来 便看到这么一幕 给他都吓了一跳 轰轰轰 一声声爆炸 从重重的尸骸之中 无数的僵尸窜了出来 每一具僵尸 都有着鬼王莫及的气势与强大 哼 哎呀 前辈救我呀 一具僵尸双手 扣在了鬼王身上 鬼王立时觉得体内的阴气狂气 顿时惊骇尸声 还眼望去 整个地下墓穴 都是这种僵尸 一个个头发披肩 身体风盈 有如生食 只是少了些血色 扣住风云无忌的那具僵尸 四肢却比其他的僵尸 要来得风润和有弹性些 气势也比其他的僵尸 要来得强悍 那僵尸一口白雾 喷向了风云无忌 白雾却离在风云无忌一尺处 自动的向两侧绕开 风云无忌的双手微微一正 但听的一声咔嚓脆响 那僵尸的双手便起肘而折 哼 想吸我的惊奇 其你这种程度的修为 还差得远呢 风云无忌冷声道 双手一扶 那僵尸便无声地飞了出去 风云无忌浑身微震 江海般的气劲 顿时狂飘而出 包容住整个地下墓穴 吸一动出 单听的树声爆响 满室的僵尸 全部都化为一堆堆的飞灰 满室飞洒 鬼王倒抽了一口凉气 几乎不敢相信 这么多实力超强的万人僵尸 居然被风云无忌 弹指尖 吸数 轰杀致渣 同时也安安庆庆 哎呀 还好自己识时务 直进退 否则 这些僵尸的下场 那便是我的下场啊 哗啦啦啦 一阵骨骼碰撞的声音传来 却是那双手已折的僵尸 从地上爬起来 风云无忌的眉头微皱 正准备干掉它 却见那僵尸突然朝着自己跪下 然后一动不动 神态颇为恭敬 风云无忌盯着它看了一会儿 这具僵尸似乎有一点灵智 半晒 风云无忌抬起了手掌 终于轻轻的垂下 长袖抚出 那原本僵尸蹦出的地面 一大块的枯骨被一扫而空 地下露出一个铁柱的阴阳 太极图案来 身后 鬼王恍然大悟 原来这些僵尸是守护这里的怪物 悄悄地跟了上去 鬼王发现 那神秘男子的脸上 出现了凝重与肃穆的神色 风云无忌的右掌 须对着铁柱的太极 手掌轻轻地提起 但听了一阵金铁的摩擦之声 嘎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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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刻在铁板上的阴阳牧鱼上下转动 一阵机关的声音传来 阴阳牧鱼自左右错开 缩入地层之中 下方 汹涌的白雾 从阴阳牧鱼错开的缝隙中印了出来 这是一具古诗 而且年代非常久远的古诗 在他的胸口有一个洞穿胸膛的十字窗口 从正面可以看到背面 另外在他的体表布满了伤痕 一种灼伤的伤痕 他的皮肤干巴巴的 像如一个普通的上百年老头一般 身上的衣袍早已经腐化 在阴阳沐鱼下露出的洞穴里 靠洞壁的地方竖着一把骨剑 剑柄的地方刻着一个太极的图案 这个骷髅已然瘦的皮包骨了 直如一层皮挂在骨架上 这是一瞥之间 风云无际便对这具古诗 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必是与太极道人同时期的太古级高手 数万年间 绝对能保持这副模样 已是博弈 至于那些僵尸 必是他用秘法弄出来的 用以守护自身的肉体 这人是谁 为何他有着太极剑 又被太极图封印在此 埋藏于这北明山地底 难道他便是太极道人 风云无际的心中满是疑惑 便在风云无际打开太极棺之时 那具古诗突然睁开眼 一双眼中全是黑色 随后那古诗双手一振 做灰爪状 轰 难以形容的巨量天地元气 从四面八方挥至地底 随后再冲入着古诗的身体内 一道道天地元气 在经过太极棺时 化为一缕缕的白气 随后从古诗的各个窍学 涌入古诗之中 在鬼王目瞪口袋的眼光中 这具古诗迅速的丰满鼓掌起来 在那古诗背后 一个萌萌 自虚似幻的太极图案 紧贴着那古诗的身体 皮肉 毛发 经脉 所有的一切 都在短时间内生长起来 那古诗头上 重新长出了一头乌黑的长发 皱巴巴的脸皮绷紧 变得丰润 有了血色 只是眨眼之间 一个威严而俊伟的中年男子 便已出现在鬼王的眼中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提前打开我的棺果 那男子突然张开了眼睛 强大的气势 如狂风般 将鬼王轰出了数百丈 鬼王惨嚎一声 喷出了一口黑气 当然 作为鬼兽 是没有血可喷的 喷的只有是晶圆了 只这么一口晶圆 便耗了鬼王千年的道行 令鬼王是又惊又怒 又心疼 只有风云无际 一动不动 任由那男子狂涛骇浪般的气劲冲来 却如中流砥柱般的一动不动 那男子一惊 上身竖起 死盯着风云无际 随后 目光掠过仍然跪在地上的僵尸首领 回过头 长变一声 哎 莫非天灭我也 读师 弟子无力 无法救你了 缘也 孽也 都是天注定啊 那男子突然叹息道 说吧 身体轰的一下 异常的炸出无数白气 一股股有如实质的天地元气 从那全身翘穴中击射而出 达数十丈之长 满是白雾云印 随后 那中年男子的相貌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坍塌下去 面部迅速陷下去 嘴唇微张 一口紫血从口中击射而出 随后 男子轰然倒下 只是瞬间 便再次由中年男子 向那古诗转变 风云无际的脸上一脸平淡 看不出表情来 对于这名男子的情况 他却是知道一点 此人不知习的何种秘法 以夺天地日月精华之术 聚脸精气 妄图逆天重生 不料 因为自己过早的打开他的棺材 又因为这天地间的天地元气 太过稀薄 远不如太古来的浓厚 这男子乍一看 短时间内 吸收了大量的天地元气 但实则 天地元气远远不足 那逆天密法 未能全功 一时功败垂成 遇上我 是你的不幸 也是你的幸运 风云无忌淡然道 长袖一甩 如玉的右手 从袖底下伸出 猛然一定 便见那即将为功法反噬 灰飞烟灭的男子浑身一阵 那逆反的过程 立即停止 风云无忌的左手一张 三层的西星大法 已然出手 那男子刚刚散去的天地元气 便还未散去 便被风云无忌 以西星大法 凝聚在一起 满是风声的鼓动 强烈的钢气 把刚刚恢复过来的鬼王 远远推开 紧紧地压在了墙壁上 风声突然消散 风云无忌的手掌之中 多了一个白气晕硬的圆球 风云无忌的心一动出 那男子的身体 便从棺果里浮了出来 手指微弹 那团天地元气 化成的圆球 便落入那男子的嘴里 随后 风云无忌俯身 对着那男子 喷出一口透明的真气 那真气 便如流水般 无孔不入 没入那古尸的身体之中 啊 男子突然张开嘴 大叫一声 随后 干扁的身体 迅速地丰满起来 血肉生长的声音 从男子的身体中发出 男子睁开眼 第一眼看见风云无忌 脸上露出了吃惊的表情 欢迎你回来 风云无忌伸出一手 希望我们能达成愿望 男子犹豫了一下 伸出了手 不过还是问道 什么愿望 救出太极道人 风云无忌淡然道 男子伸出的手 猛然唆后 身情一荡 向后飘去 脸上露出了戒备的神色 你是什么人 你怎么知道 祖师的名讳 难道 你也是祖师的徒弟 不 不可能 我从没见过你 风云无忌审笑 随意伸出二指 那柄射向男子的长剑 再离男子数尺处一折 便以更快的速度 向风云无忌投去 男子大惊 猛然伸出二指如剑 对着那太极骨剑一指 口中喝道 急 那太极骨剑一抖 自欲脱离风云无忌的控制 疑 风云无忌威移了一声 心道 这太极剑法 果然有独到之处 居然能抗衡 我这剑地境界 遇剑之功 只是 还差了一点 风云无忌原本伸出的两指 突然缩回 长袖一甩 带起了一股进风 双手浮于身后 全身衣袍微微的一荡 只是刹那间 男子突然觉得 眼前之人形象大变 转眼之间 那人便似化为了一柄 蒸蒸的地剑 地者 威严无边 那原本抖动的太极骨剑 一定 便又投向了风云无忌 在空中一折 便自插入 风云无忌脚下的地面 你到底是何人 男子怒喝道 我救了你一命 你难道 便是这般对我的吗 风云无忌淡然道 大袖一甩 右手从袍下伸出 夹起那柄太极骨剑 轻轻一弹 骨剑发出了一声愉悦的长鸣 你不说 我也知道 你是师从于太极道人 难道 他便从未跟你说起过 他是从何而来的吗 男子脸色大变 指着天上道 难道你和祖师一般 是从上面来的 风云无忌点了点头 时钟二指一弹 太极骨剑 变化为一抹流光 投向的男子 在男子的身前竖齿定住 静静的一动不动 男子脸线惊荣 伸出右手 接过骨剑 尤一道 我相信你是和祖师一般 从天上下来的 希望你真的能救祖师 那男子说必 脸上却露出了神伤的神色 那是自然 此次我到这里 便是为了解救太极道人一事 风云无忌道 但太极道人 来此已是千万年前的事 究竟他被天堂的人 拘禁在何处 我却是一无所知 不知 你可知其被拘禁何处 男子脸上开始露出了 惊喜之色 但转瞬 便化为垂丧之色 已然过去了千万年了吗 往昔之事 由历历在目 与天堂战斗不止 仿若昨日一般 没想到 竟是过了千万年 唉 我虽有心救师祖 但是 只怕以你我之力 还是未够我 天堂 实力太强了 这个 你却不必担心 按圣殿所说 天堂 在这个物质未免的实力 已然大为削弱 对于天堂天使 我也有过一面之缘 若是来的全是天使 我完全可以将他们全部击杀 不料 男子听完摇摇头 你错了 若是只有天使 不说是你 便是我 也可以轻易地杀死大骗 但是 死亡对天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天使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而且拘禁祖师的 也不是普通的天使 风云无际的脸色一变 还有高级天使在这一见 第172章 线索 那男子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心有余悸的神色 高级天使的力量 完全不是普通天使可以比拟的 我曾听师父说过 太古的力量划分 似乎分为多层 普通太古高手 黄级高手 地级高手 神级高手 再往上便不知道了 不知道你是属于哪个力量层次的 地级 风云无际淡然道 男子浑身一震 不可思议地看着风云无际 你居然达到了祖师当年的水准 风云无际没有多说 长袖一抚 地级境界完全展开 虚空中 但听阵阵剑鸣之声 在男子眼前 眼前的空间 恍如出现了无数的剑影 风云无际的身形 在感觉中不断地迅速向后退去 空间距离不断拉大 眨眼之间 风云无际便整个消失在感觉之中 在空间的尽头 只于一柄蒸蒸的长剑 傲立于天地之间 两侧重剑沉浮 一股泰山般的威压迎面而来 男子只觉得双肩一沉 便于屈膝下跪 这完全是一种精神意识上的感觉 事实上 风云无际便站在离男子树杖之处 一动不动 剑黄一级的威压 已然对男子形成了极大的威压 黄者 对所有体内有剑气者 皆有约束之力 呀 男子大喝一声 弯曲的双膝突然用力向上一挺 居然渐渐有站直之势 但听一声嗡鸣 自那男子脚下 插于地上的太极剑传来 一股强大的剑意 与男子互相呼应 应对着风云无际的黄极约束之力 咦 风云无际微精 自眼前的男人身上 渐渐散发出一股风云无际 非常熟悉的味道 剑的味道 而且是黄剑 可惜呀 他是在地球入的黄极 与太古纯正的元气熏陶之下 产生的太古剑黄 还是有些细微的差别 风云无际 却是将境界 由黄极提升到了地极 男子脑海中狂震不已 神识 未硬之中 只觉虚空之中满天无形之剑 向自己压来 无尽的霸道建议 冲击着心灵 咔嚓一声 男子双腿一折 已然在自己都不曾发觉的情况下 跪浮于地